另一个晚间最新消息要看到的是民众党总统签选人柯文哲 在今天晚间他来到高雄大学演讲 被学生辛辣提问民众党的黑金争议 柯文哲反声说要不要去问看看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赖清德 见过严清标的次数有没有比他来得多 而另外针对徐春莺的红色背景争议 柯文哲也替他打抱不平 同时更质问赖清德要不要为自己的错误指控出来道歉 面对学生辛辣提问民众党黑金争议 身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重炮开墙 针对自己的爱将民众党洁新竹市长高鸿安 因为助理废案涉滩遭斗起诉 以及在台北市长任内底下因为涉嫌贪污而被起诉的公务员也破百 甚至比国民党执政时期还要多 同样遭到质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被我抓光 你不抓他就一个都没有 你全部干掉他就很多 残掉伤口化农不是纱布盖起来就看不到 而近期民众党传出将陆沛许春莺列入部分区立委名单 遭副总统赖清德指控是共产党员引发国安疑律 柯文哲则替许春莺报不平 他有犯法吗 他昨天就呛呛了 赖清德在公开场合说他是共产党 赖清德要不要出来道歉 他将来会不会出卖国家我还不知道 被学生问到兵役恢复一年的看法 柯文哲也直言根本没用 学生问到的两岸问题 柯文哲倒是很推崇对岸已故前领导人邓小平 邓小平最厉害的是什么 三次下去三次上来 被逗打好几次 邓小平最后就是改革开放 能够放弃过去的想法 改采新的方法 这不太容易 无论外界怎么说 只希望自己能给台湾的政治文化带来改变 极高雄综合报道